遼寧号航空母舰 起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苏联海军扩斯列夫元帅级航空母舰 次舰瓦良格号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瓦良格号于乌克兰建造时 遭逢苏联解体 建造工程中断 完成度仅达68% 1999年中国购买了瓦格良号 2002年3月4日抵达大连港 2005年4月26日开始由中国海军继续改建 2012年9月25日正式更名为辽宁号并下水 至今仍在服役 由于体型太过巨大 包括战斗机加船员每天开销估计都要到达上千万 当然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这个价钱 因为是第一手服役的航母 它能让我国掌握航母的相关知识 作为后续航母的研发跳板 同时并进行部分训练 其强大的实力也能对全世界产生微胜利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作者平子余对摇零号的还原 那么开始展示 虽然说航母的外形都大同小异 和尖看到作品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在细节部分看着还是蛮舒服的 简单干净 而且上面几乎没什么大炮 看样子应该也是用导弹机型攻击的吧 而且这次应该有飞机吧 应该有吧 一个航母再没有战队机 我可是真顶不住了 那么辽宁号航空母舰起航 先不说别的 就是个雪条 好家伙 当对面打一年都不一定能打成吧 先抽抽对面 估计也没办法用大炮气行攻击 果然 没事 抽抽我的飞机 这次一定要游啊 还是没有 现在的大兄弟们做航母 咋都不喜欢放弹斗机啊 绕了 算了 还是用导弹吧 可天呀 咱们只有防空爆 只能进行拦截导弹 完全不能发射攻击力了 总不能让我看到船机装死对面吧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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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有本事别跑 看我窗子里呀 不准了 太热了 这次再次告诉我们 航母还是要陪我舰队出发 才厉害 嗯 了 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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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